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明明 前段时间我不是说要自制一套太阳能兴风系统吗 然后这个材料基本上都到了 刚好今天有时间来组装一下 其实说起这个兴风我还是有点了解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自己就网上买了一个兴风机 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套兴风系统 没想到还成功的 但是那个兴风机是用电的 它这个功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开兴风机特别耗电 这些都是一些排风扇 还滤芯滤网之类的 那边是太阳能板 我先装一下这个柜子 好了 这个柜子已经做好了 正是装的这个简易的太阳能兴风系统 主要是一楼跟负一楼 一楼设置一个进气口 也设置一个排风口 负一楼同样的一个进气口 一个排风口 一楼的进气口都会装这个过滤网 也会加装一个储电设备 都会集中在这个柜子里面 从现在还有阳光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些风扇有没有用 哇 你看这个声音太猛了 这个风力没那么大 但是更静音一些 尴尬尴尬尴尬 烧掉了 一个烤箱味 完美放下去 我现在这个把它固定在这个上面 就可以通过这个 把这两部分完美的合在一起 因为这里面放这个内心 这里有个电机 下次要换内心也好 或者要换电机也好 都挺方便的 我的打胶器坏掉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是怎么打胶的 嘎嘞我打胶 这个一楼的进风口 我们等明年这个干了之后 再来组装一下 好了我又回来了 刚去那个修电动车的地方 买了一个这个二手的这个电瓶 这橙色感觉有点差 花了我八十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冬天的时候这里要下午两点后 才有太阳晒得到 所以我这里必须要做个主能 太阳能板接上去已经有显示了 现在接下这个电瓶 这电瓶有一半的电 OK 我们现在试一下有没有用 哇 哇 这风 这就尴尬了 这个风扇不太反转的 哎 还好这个胶 还没有完全接住 哇 换个方向 过滤网塞进去 来 这个活性碳滤网 然后还有一个过滤网塞进去 你们听这声音 也能感觉到这个有风力有多猛 牛鼻就杀个牛鼻 但是考虑到这个风扇声音有点大 所以我在室内这个出风口 这里安装一个开关 开关的线通过管道进来的 声音还是稍微有点大的 后期我还是要用隔一面 裹一下这个部分 现在的话既可以这里关 也可以打开 在里面关 你感受一下这个风 现在吹进来的风 完全是进化后的空气 我们大概再捋一下 进风口 黑色里面有三片滤网进化空气 风扇排风 通过管道排到室内 太阳能面板供电 通过控制器 往这个电瓶里面供电 电瓶又通过控制器 给这个风扇供电 需要的时候就开 不需要的时候就关 而且如果你家里停电了 你还可以给你手机充电 然后我们现在安装 这个复一楼的进风口 然后这个太阳能面板 我准备装到这个楼顶上去 你看如果装到这里 严重影响美观 而且这里日照不充分 好 一个线已经签下来了 OK 这个线已经结好了 我先放这里 改天我就买个架子架起来 现在完全是阴天 这个也能转起来 这一组的话 就不带蓄电池的 但后续我还是要加一个吻压器 进风口 粗风口 因为没有蓄电池 所以要有太阳的时候才有风 改成有太阳的时候 我展示给你们看 好了 一楼付一楼的这个进风 也就是新风 差不多都弄好了 有进当然也要有粗 我们现在装一下一楼的粗风 粗风的话就是排风 也就把里面的空气给抽出来 所以也不需要绿网啥的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这个太阳板 我们直接绑在这个树上 好了 又到了一波 吻压器控制器还有罩子 哇 现在这个风扇都有点疯 太阳能板太阳都抓不到了 风扇塞进去尴尬 那飞楼的进气口 加个吻压器 然后再盖上这个风罩 诶 尴尬 这要裁掉一点 OK 完美啊 好 这个控制器也接好了 哇 有用啊 这个可以定时的 我刚刚已经设置了定时 上午9点到9点半 下午3点到4点 还有晚上11点到11点15 这几个时间段 这个都会工作 其他时间都不会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